上一集介紹了日本走數的法律 以及一些餐廳的措施 今集會從另一個角度 看看日本的環保 日本都有用筷子的文化 而且有部分人認為 使用用原積器木筷子 是非常環保的事 外賣的時候 經常都會拿到免費的木筷子 無論是用原積器 或者在家裡用的筷子 日本人不是太喜歡用塑膠做的 而習慣用木或者用竹做的 所以削減塑膠的法律 對用筷子的習慣影響不大 而有關用木筷子是環保的說法 要詳細地看看究竟是什麼意思 日本每年大約用150億對 用原積器的筷子 多數是木造或者竹造 這些筷子在日本會稱為華利伯士 在日本拿這些筷子是很普遍的事 很少人會覺得是不環保 甚至有時店員不主動給客人 客人有時會鬧回頭 日本人口有1億2千萬人 平均每人每年用125對 大概3天左右就用一對 數量多不多就交給觀眾去判斷 部分人認為木筷子是利用國產鑑罰財來做的 是善用天然資源 所以應該視為保護環境的一環 日本的樹林面積達到2500萬公頃 佔國土面積的68% 其中五成是天然樹林 四成的1020萬公頃是人工樹林 而剩下的就是竹林等等地方 其中人工樹林尤其需要管理 如果樹木生得太密集的話 會對土壤和生態都造成負面影響 所以要適當地管理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撼佛多餘的樹木 保持樹林生態正常 而得到的木材 即是間伐材 如果拿去銷毀就很浪費 所以就有人拿來作用 其中一個用途就是拿來做用原積器的木筷子 根據以上的事實 有人認為用原積器的木筷子是環保的 不過這個說法看漏了一個重點 就是數量 國產鑑罰材的用原積器木筷子 只是佔全國使用量的1%左右 假設用國產鑑罰材來做的用原積器的木筷子是環保的話 它的貢獻只有1%左右 況且鑑罰材可以用來製造其他木製品 例如體積相近的鉛筆 所以用間伐材來做木筷子有幾環保 很難去做準確計算 另外租到廢棄的木筷子 有一些會循環作用來做紙 這個因素也會影響木筷子有幾環保 而其他99%的木筷子是從哪裡來的呢? 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入口 九成以上都是從中國入口的 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北方 例如龍江省和吉林省 而品種就包括白華和松樹等等 入口的木筷子用了一般木材來製造 沒有特別環保的成份 即是絕大部分木筷子都是不環保的 國產木筷子每對大概是20日元 而中國進口的即5日元左右 所以不少餐廳、超級市場和便利店 都會提供中國產的木筷子 不過面對中國成本高漲 而且中國慢慢推行保護森林政策 還有其他國家對木筷子的需求增加 日本的木筷子除了要面對環保問題外 還面對供求和成本問題 最後木筷子遇到的問題 和因為走數而專用的木刀和木刀 都會遇上相同的問題 走數之後的政策 可能就是走木 在這裡看看日本如何處理塑膠垃圾 各先進國家都會大量消耗能源和資源 另一方面 排出大量二氧化碳 也造成大量垃圾 要處理垃圾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去焚化 但這樣會增加排放二氧化碳 現在已經受到監管 不可以隨便焚化 而燃燒塑膠也會產生有毒氣體 例如二惡嬰 可能會引致癌症 之前也有介紹過 塑膠不容易在自然裡面被分解 也有可能造成海洋塑膠垃圾問題 所以處理塑膠垃圾並不容易 現在各國實施削減塑膠政策是必然的趨勢 日本已經實施了家居垃圾分類很多年 最初是靖江縣沼津市 在1975年開始實施 實施的原因並不是因為要保護環境 而是因為居民和市政府對垃圾堆填用地發生了糾紛 1973年當地居民反對垃圾堆填 導致市裏的垃圾無法處理 經過研究後 發現三分之二的垃圾是可以回收作用 當中包括玻璃浸、鋁罐、廢紙等等 將垃圾分類的話 首先可以減少以上資源垃圾 而避免浪費堆填用地 而資源垃圾回收作用可以發展相關產業 或者減低一些生產成本 不過這些只是負產物 而不是主要目的和動機 留意當時是沒有將塑膠分為資源垃圾 所以塑膠垃圾只有兩個方法去處理 第一就是焚化 第二就是堆填 這兩種方法都會產生嚴重問題 家居塑膠包裝和容器分類 在2000年才正式開始 日本面積都不小 各個政策不一定全國一律實施 而家居垃圾分類是由市、村、丁 來管理和營運 實施塑膠包裝和容器分類的市村丁 大概佔全部的七成半 而全國的市村丁數目有1741個 即是大概有435個市村丁 是沒有做以上的分類 一些人口少或者離島面對各種問題 不能夠實施仔細的垃圾分類 接著重點就是把塑膠包裝和容器分類之後 那些垃圾會怎樣處理 可能有人會認為分類之後的塑膠垃圾會拿去回收作用 如果不是的話分類都沒有意思 塑膠垃圾有幾種處理方法 而最普遍的就是焚化 不過日本將這種方法稱為回收 不看細節的市民 只知道塑膠垃圾被回收就滿足 不會進一步追查所謂回收的實際內容 這樣政府就少一些煩惱 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據 塑膠垃圾重量達到822萬噸 當中有效回收作用就佔710萬噸 即是86% 而這710萬噸裏面 21%是做資源回收 即是用來製造其他產品 3%是做化學處理之後製造成其他產品 而剩下的62% 即是509萬噸 是做焚化處理 以上三種方法是塑膠垃圾的回收作用方法 拿去焚化的509萬噸 也是屬於回收作用的 當然歐美國國對這個解釋表示不滿 日本將焚化塑膠垃圾時得到的能源 用來發電、供應給垃圾處理站 附近的健康設施和暖水泳池 因為善用能源 所以就說這種做法是回收作用 這個是事實 但也是事實的其中一面 歐美國國對焚化塑膠垃圾而排出二氧化碳的問題更關注 當然最自本的方法就是減少用用原積器的塑膠製品 但這個是理想 現實上短期內並不可行 塑膠垃圾問題還未完結 不去焚化的話 可以處理的方法 還有一個就是堆填 2025年世界博覽會將會在4月13日至10月13日在大阪舉辦 每場位於環球影城對出海面的一個人工島 這個島叫做蒙洲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這個人工島和垃圾有很密切的關係 在1970年代 大阪找了位於大阪港的新垃圾堆填用地 那個地方就是現在的孟州 當然當時不是叫這個名字 孟州這個名字是在1991年改的 垃圾堆填移成的孟州 現在出現沉降問題 並不是突發的事 而在80年代 大阪推出國際資訊都市計劃 預計孟州會有6萬人居住 並且成為新的城市中心 不過 因為泡沫經濟爆破而計劃腰折 現在這個垃圾堆填區在世界博覽會結束之後 預計在2029年成為包括賭場的綜合娛樂設施 東京沿海地帶都有不少垃圾堆填區 豐州是著名的塔樓住宅區 因為有海景 而且位於東京都中心地區 所以樓價也不低 有些人會以擁有豐州塔樓 為成功人士的指標 不過對出海邊有一些人工島 這些都是和孟州一樣 是垃圾堆填而成的 而且一個島的名字是叫夢之島 在1957年開始堆積垃圾 當時沒有適當處理 在1960年代造成大量烏鷹滋生問題 要警察和智慧隊出動處理 之後還要用直升機散布殺蟲劑線後 當然地產經紀是不會主動將這些事告訴客人 不少其他城市出生長大的人 不熟悉東京的歷史 就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馬入附近的房屋做夢想的居所 不過說得公平一點 現在沒有發生嚴重衛生問題的話 就可以不用太介意附近 以前是不是垃圾堆填區 以上是日本垃圾堆填區的兩個例子 其實不需要多說 可以用作垃圾堆填的用地是有限的 就算將垃圾焚化 得出來的灰準都要找地方去處理 日本近年每年產生垃圾的重量 達到4300萬噸 相反 過往已經堆填了的垃圾 是不會突然之間消失 這樣就代表垃圾堆填用地 終有一天會用盡 現在估計將會在不久的將來 會用盡所有垃圾堆填區 首都圈會在30年之後 以大阪為中心的近基圈在20年之後 當然垃圾堆填用地有限問題 並不是局限於日本 全世界都面對相同問題 所以削減用原積器塑膠產品政策 是有原因的 不僅是塑膠垃圾 所有垃圾都要盡量減少 來避免垃圾問題影響生活 可能有人會有這種想法 如果焚化和堆填是有限度的話 將垃圾運到其他國家便可以 不過這種做法已經被管制 買越南做的成衣 除了涉及貨物的進出口交易外 也代表越南已承擔製造成衣時 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包括飄染成衣時所產生的污水 表面上是國際交易 但背後隱藏了污水轉嫁問題 現在這種國際交易沒有被禁止 所以已發展國家可以透過進口商品 而將環境污染轉嫁給其他國家 不過實際有害廢料的進出口 受到國際條約的管制 日本在1993年簽署了巴塞爾公約 要對將有害廢物輸出去其他國家做管制 這個公約在2021年1月被修改 簽署國要嚴格管制塑膠垃圾的進出口 以往不少國家都會將垃圾出口 來解決垃圾過多的問題 直到2017年為止 世界各國的塑膠垃圾 有一半是出口到中國 2017年尾 中國宣布禁止入口 包括塑膠垃圾的有害廢物 去到2018年 塑膠垃圾改為出口到東南亞各國 而日本也不例外 在2017年出口143萬噸塑膠垃圾 而去到2022年減少到56萬噸 在這五年裡減少了三分之二 暗年不斷減少 因為巴塞爾公約被修改之外 其他國家慢慢開始禁止入口塑膠垃圾 所以要在自己國家裡處理 減少垃圾產生成為各國的急務 就算垃圾出入口不受管制 垃圾都是困在地球裡 總有一天人類要承擔所有責任 剛才提及到工業國要承擔環境污染 即是有害廢物不以進出口的形式 都可以間接轉嫁給工業國 再轉一轉角度來看 因為巴塞爾公約生效 工業國很難將有害廢物出口去到其他國家 如果地球裡的廢物數量沒有減少的話 巴塞爾公約生效還是不生效 根本沒什麼意思 有害廢物自然就會集中在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 有關廢物處理和循環作用的主題 會在日後做專題介紹 用原積起塑膠製品不適宜焚化 同時堆填用地也不斷減少 加上難以將垃圾推卸給其他國家 所以削減用原積起塑膠製品是有需要的 與其將焦點放在木製餐具有多不方便 不如想一想怎樣去減少製造廢物 可能對下一代更加有益 在這次劇院是出現的